Hello大家好,我是回归的阿蒙 这两天阿蒙的狗病了 所以阿蒙一直在照顾狗狗啊 但是拖大家的福,狗子的病情有明显的好转 然后阿蒙也可以老老实实坐在这里 跟大家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今天呢就聊聊王思聪和孙一宁这对啊 其实挺逗的 就是临近七一八一这些大的节日嘛 然后这些明星们都非常消停 因为明星背后只有经纪公司的嘛 都会嘱托明星不要搞事情 对吧,这个时候出现任何新闻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但是呢就是直播圈的那帮所谓网红们可没有那么多 可不管这些事情啊 该闹还是闹,该咋地还是咋地 所以说呢就这个档口反倒便宜了这么一个女人啊 叫孙一宁 这个不按套路出牌 但是呢这个排出的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位女人 嗯,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 就是那天忽然间就爆出来说 有一个小网红叫孙一宁 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呢 对着这个好像在车上摆 然后那个镜头摇晃晃的啊 我没必要管 我暴露就暴露 我没,我无所谓 王思聪你别什么逼我 我做错了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你是不是别人 这边开进去 我死 你需要逼迫别人 你照脸照近一点,不要照得近 我就要照这些 你照这个地址暴露了呀 那我把你关掉了 我把你拿着,我把你拿着照你好不好 我把你拿着照你 你别管 我没有 你能说王思聪,你这个傻逼 我不怕你,你来呀什么的 你搞我,来搞啊 就是这种啊,就是放狠话 我才搞得跟拍电影似的 这个女的就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知道 然后后来就扒出来说 哦,原来这个孙智宁是一个小网红 然后抖音上面可能有几十万粉丝吧 然后就直播 直播间里头呢有一个大哥 这大哥呢就是王思聪 王思聪这小号还叫吴亦凡 然后这个王思聪呢就给人刷了好几十万 对吧,就是好像也当不了人榜一大哥吧 反正就是打赏嘛 结果呢这个王思聪呢就一看说 那我都是你大哥了是吧 那你出来就得见面啊对吧 然后就有点要追求人家之事 追求不到呢就意思叫毁了人家 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就有点怕 但是怕呢里面又有恨又有 反正就是五味杂陈的一个感觉吧 就直接哎,撕吧 那就直接把这件事就撂出来 王思聪谁怕谁 然后就这么回事 然后呢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呢 就是很多人就开始关注嘛 因为其实这女的大家其实认识的少对吧 王思聪谁都认识啊对不对 国民老公对吧 他爸王建林曾经的首富 然后呢这个王思聪也是集了娱乐圈季节尾 对吧他的一任一任的那些女网红 女追的脸女前女友们对吧 都基本上都挺好的啊 过得都挺好的 哎这忽然一任间又出来了一个 那你知道大家现在这个情况嘛 就属于娱乐新闻完全就基本上非常的少 在娱乐空档 哇能吃这么大一瓜 那就全网都嗨了 然后后来呢大家就发现说 哦这个小姑娘叫孙一宁 这小姑娘四年前曾经被王思聪 这纪简尾曾经揪出来过 孙一宁原名叫孙建宁 湖南常德人 四年前呢叫我又杀猪了 于是大家都管他叫杀猪女 但其实啊 我们查了一下这个杀猪这个东西 有点那网络诈骗那么一个东西啊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设局讲过故事 然后骗那些猪们 到这个猪草里面吃东西 然后就刮肉 大概这么一个东西啊 所以说呢就这女孩这个骗子 哎 然后呢就网友举报他 什么直播带货 只收钱不发货 还把人拉黑 然后广告商看中杀猪女 出现了他广告 结果收了钱 找各种各样理由 就不拍 说手机坏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曾经在 四年前你知道就是 网红圈里面啊 就这么一个人 我啊这个 王思聪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然后当时还把这个杀猪女揪出来 知道吧 然后结果没想到 哇塞这个 两个人真的是啊 冤有头债有主 两个人缘分 真的是啊 走一走 非常好的 这个就是活该要成为一对啊 这四年后又在直播间相遇 这个吴亦凡呢也没用 不是 这个王思聪呢 也没用他的真名 这个孙一宁呢也改头换面啊 变成了一个拉拉身份和另外一个女孩搞了个CP 以这种方式 然后又被这个刷抖音刷得无聊的这个 往这个王思聪看着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被人打赏 打赏完了又约出来一看 哇原来是你啊 原来四年前就是你啊 哼 那我有你的黑料 对不对 你还不束手就勤 还不就范 对吧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 撕逼扯皮的那么一个烂事 这个王思聪呢不是 就是有点这高牙那要霸占林娘子这感觉嘛 对吧 就是软硬兼施 软的不吃要来硬的 大家这么回事 结果没想到对方他不是林娘子 他妈是孙娘子 这孙娘子呢 就好像是块铁板一样的啊 说啊你要抱我料 那他妈我先抱你的料 结果就晒了一堆二人的聊天记录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聊天记录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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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看 我靠这个这个我们日思夜想啊 都觉得是那种刚刚铁骨的那样的一个 王思聪啊 居然还有那么柔情似嘴的啊 就是那个甜狗一般的那个模样啊 给你念念啊 他怎么说啊 以前是喜欢的多 但是现在只喜欢一个 你有毒 我好不容易跟你说出我的心声 你居然这样啊 还有什么啊 喜欢看还不行 这么不乖 这几天都没睡好 你知道吗 每晚都在想你 还有什么啊 你真行 你这么喜欢直播是吧 对你好的人你就这么对待 想让你变好 你把我当傻逼是吧 那咋办 有没有退黑宿 又又不回我是吧 对 现在这个起因是那女孩 五点起床睡不着觉 然后这个王思聪说 什么有没有退黑宿 又不回答我 你对一个人 你对一个喜欢你 关心你 担心你的人 就这么爱搭不理的吗 还有这条更过分的 我的妈 让我好好爱你行不 让我陪你一起过日子 好不 天哪 真的是 王思聪这个富豪圈 已经把王总都卷成这样了吗 都这么不容易了吗 好几年前追妹子的时候 王思聪应该不用放这些话的 现在这年头妹子都这么难追了呀 所以呢 今天来聊点啥 聊点这个 这个原来的杀猪女 是怎么借由这件事情 一跃变成全民淡网红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值得女孩子们 学习借鉴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你看网友都这么评价她 什么不为金钱 所折要 敢做敢当 是个新时代女性该有的样子 什么让霸道总裁 王思聪甘做舔狗 爱而不想得 毁灭 结果呢 这女孩这么一闹呀 王思聪果然还就进了圈套了啊 就开始开始又晒 从她的那方面来截屏 晒她俩的聊天记录 还想把这件事情再翻转过来 还想把自己的人设再洗白什么的 但已经通通没有 已经通通没有用了 基本上在网友的心中啊 这个王思聪啊 就是一个舔狗的汉子 对吧 追女不得 想用点下三烂 那么一个少爷人设啊 就做得实实的 锤得死死的 对 大部分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阿蒙想说的是什么呢 阿蒙其实想说的 在这件事情上啊 两个人都是赢家 然后呢 这个女孩 眼见着啊 这个粉丝翻番 然后以她青春的形象 我估计可能马上就会接广告啊 找她接广告 可能拍戏都有可能啊 就是这样 好像当年张雨昕 也是这么起来的吧 忘了啊 然后呢 这女孩这个 成功洗白啊 从一个骗子女 变成一个现在人见人爱 五位强权的一个新时代新女性 而且在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 对于这种女孩 她不管她怎么样啊 只要长得好看 颜值即正义啊 只要她这个这个长得好看 然后性格还比较刚烈啊 管她有没有脑子 有没有智慧 有什么怎么样 就是她是倾向于对这种 有颜有身材 她以后有颜有身材啊 就是还比较刚的这个妹子啊 就是能吸引广大多数的这个互联网 短视频消费群体的注意啊 所以说她背后这些大哥啊什么的 也不在少数 所以她就是这件事情的大赢家 王思聪在这件事情上呢 也不输 对为什么 就是王思聪 其实你知道就是他们家啊 就是她爸是走商界的嘛 她儿子就是王思聪 很早之前就是混娱乐圈了 已经就是你知道 因为王思聪 他是娱乐圈纪检委书记 然后他搞的这些花边新闻啊什么的 以及他做的这些电竞啊 什么网红啊 直播啊这些东西 都是跟娱乐圈相关的 所以说他也是需要人气 也是需要热度的 然后呢这个王思聪背后的 这个娱乐公关团队 非常非常的强大 基本上每一次在渔情发生的时候 对于渔情的这个把控 都是非常非常准的 然后此前的几次风波呢 都是靠他这个金句或者段子来化解 而这次呢也不例外 马上抛出这个舔狗的这个议题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大环境 舆论大环境 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任何这个冒头的 可能立马被打倒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吧 就是这个王思聪 对吧 即使扭转了这个事态的发酵 没有把它变成了一个大家群起而对资本进行打压和进攻 对吧 这个对资本仗是欺人的一个批判的一个东西 就已经非常非常成功了 就是成功的把这种整个这件事情娱乐化了 对吧 娱乐化了 然后就是 所以呢 对于王思聪而言 也是一件好事 对吧 即便这个妹把不到 我觉得可能通过这一下子 没准也能把得到了 对 谁知道呢 也许过两天 人俩就牵手牵手官宣了 真的在一起了 反正就是娱乐圈没有永远的仇家 你知道吧 只要有利益 能共图 共存的一种利益 驱使 两个人就还有 还有买了 可以做 对 就想跟王思聪说 这种有钱就能搞定一切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还是要政治正确的 在整个这个事件里面呢 你是政治不正确的 那个女孩是政治正确的 所以说呢 你就亏了 先天亏了这么一道 能把舆论的这个东西能杀住 迅速把它往娱乐化的方向去带 去转 没有让整个事情的性质 发酵和变化 你就回去烧高厢 真的 以后呢 我估计像那种女网红主动现身的事情 就不会大概率的发生了 所以说呢 这个 冲总 咱们追女孩的时候 这个估计要换一个思路了 就是 如果继续用舔狗的这个思路的话 我估计未来也不太成了 OK 好吧 今天就这样 跟大家聊 闲聊闲聊 就这样 拜拜